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有老不祥冠名播出的今日主事 我已经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市场整体的走势应该说是低于预期的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周末还是有一些利好消息的催化 但是今天市场最终呈现出的是一个冲高回落 震荡收益的走势 其实也许今天这个市场咱们不能迎来一根大阳线 毕竟在没有成交量的配合以及领涨主线的催化之下 咱们这个市场能够走出一个明显的向上突破 但是最终是以阴线报收 而且是在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是不是让大家对于后面的这个行情 些许有点担忧了呢 咱们来看看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市场整体的转线情况 在今天早盘是一度是高开 高开之后回落 回落之后又是再有一波冲高 这个冲高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会有一些券商 银行 这样的权重对于指数形成了贡献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波冲高的过程 是来自于权重的引领 所以最终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 下午是一个低位震荡的格局 最终指数收盘的跌幅并不大 0.3% 但是也使得这个市场 也面临着一个短线的方向性的选择 下方的年线半年线 然后短期均线5天10天20天都已经粘合了 成交量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所以是不是很快我们会打破这样一个弱势盘整的格局 还是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之下 不管是利好还是利空 可能弱势盘整的格局依然会延续呢 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我们共同来做一个了解 或指冲高回落震荡收音 短线能否打破弱势盘整格局 这个短线我们就理解于本周 A 能 利好加持仍将延续反弹 B 不能 市场情绪低迷 维持弱势震荡格局 稍后咱们来看看第二季线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也来听一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看看他们三位如何判断当下的市场 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 分别是陈文老师 还有林诗文以及余伟 欢迎二位 好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三大指数是绿盘报收的 相对来说创业版的跌幅更大一些 0.99% 武林市红盘报收 0.52%的涨幅 并且武林今天也有成交量的放出 同时伴随着北向资金的重新流入 而且今天流入的幅度还算不小的 成交量反而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冲高回落这样一个来回拉距的过程 当中出现了放量 互生两市加一起是4792亿的成交额 但是今天市场不太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情绪 做多情绪的低迷 今天出现了有41只个股跌停 涨停的加数也是41加 ST个股方面 今天跌停的加数也是明显增加了 今天有26只个股是跌停的 涨停的加数只有5加 而从市场整体的赚钱项目来讲 今天是下降的23% 其实按道理来说 大家看到上周五比如说次星股 还是比较活跃的 而且有一些可操作性 但是今天在次星股当中 也有多只个股出现了天地板 甚至在早盘直接开盘 就出现了大幅的下挫 所以是影响了市场做多的情绪 但是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来听听陈老师 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看法 今天市场整体来讲 应该说是比较低于预期 出现了一个震荡收音的走势 当然它也没有明显的破位 但是大家在等待着市场 选择一个方向 您认为短期会打破 这种弱势盘整的格局吗 好的 那么今天确实市场走势 恐怕跟很多朋友的预期 有比较大的落差 大家可能在周末的一些 利好效应的一些预期下 恐怕对市场今天的走好 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但是总体今天走势当中 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有冲高的表现 但是后边还是逐步的一个震荡回落 所以从总体上来讲 今天空方的力量 来的也是好像是比较的 宣泄的比较明显 刚刚李廷也讲到 有将近40家左右的跌停 但我认为今天的总体的走势 还是没有脱离两周以来 总体的市场的一个高位 就是相对的一个位置的 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一个箱体 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我们知道上次产生了 2833点的低点以后 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当时我也把这个反弹的过程 定位是一个小反弹级别的行情 那么市场也一度到过2900点上方 有一定的这种做多的动作 但是总体的表现相对比较一般 那么具体到今天的行情 为什么今天会相对来的比较差弱一些 那么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我们看到 其实隔夜就上周 上周末美股的走势 是一个破位下行的 一个大阴线的走势 那么走势确实是来的比较差 包括欧美市场 包括我们亚洲其他的市场 都是一个相对弱势共振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们这边恐怕难免 也受到一些这方面的影响 这是第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上周末公布的 有关的经济数据相对来讲 离我们的预期也是有一定的落差 那么对行情总体 今天第一天的六月份的 第一个交易日的表现 恐怕也有一定的影响 再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今天其实在节奏上 有很多的近期热门板块 热门题材 在今天都出现了高位 见顶震荡 甚至出现了这种天地板 就是涨停开盘 倒跌停 对 在盘中震荡之后 风度跌停 那么这个对市场的 做多的情绪的打击 相对是比较大的 那么也引发了一些 题材概念的一些 集体的一些震荡 毁落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表现 有做多的过程 当然也有做空的一个对冲 所以总体上今天我认为 是空方相对占优 那么也表明在最近的 这种行情当中 一些这个结构性行情 产生的一些获利盘 解套盘 以及这种做多的这种动力 在部分的个股上 恐怕有一个暂时的 这种了结 所以综合来看 我觉得今天其实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是一个平衡的走势 那么具体到技术上来看 我们看到 刚刚李廷也讲到 技术面上我们看到 五日 十日 二十日线 已经趋于一个 交汇的一个 这个技术上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看到三十的线 也在逐步的下移 那么也就是说 短期中期的均线 已经要趋于一致 也就说明什么呢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 盘整 消化之后 事实上市场的成本 在这里是基本上 逐步要趋于一致了 那么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有可能在近期 甚至在本周 就有可能产生一个 方向变盘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个人认为 在目前的位置 空方向再度的 有很大力度的这种下杀 包括跌破 前期的2833点 我觉得都是比较难的 我们可以跟外围市场 做一些比较的话 大家会发现 其实这段时间 虽然离我们自己的预期 离我们反弹的预期的高度 有落差 但是相对于外围市场表现 我们真的还是有韧性的 因为所谓韧性 就是它跌不下去 别人再跌 我们不跌 甚至有时候还能翻红盘 这就表明了 下方我觉得 做空的动力并不大 做空的空间也有限 但是随着我们各方面 情况的明朗 市场预期的明朗 我认为反弹 一定程度上也还可以预期 当然力度幅度 我们还要观察 那是不是说我们短线的 这种入市盘整的格局 可能很快就会选择一个方向 就会被打破了 对 我认为本周 后边有反弹走势出现 我觉得不会很奇怪 那如果是选择方向 应该就是上 对 还会有反弹的机会 就正如您说 其实上一周 我们就提到过 在外围市场 它第一次破位的时候 对 就跳空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怎么受影响 对 我记得了一天 上阵中子还泛红 是 然后当北向 还在持续流出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 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今天虽然我们没有 如预期当中 收一根比较像样的阳线 但是还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还是比较有韧劲的 还是能够是该跌不跌 所以对于后市 应该是继续看好的 这样一种判断 这是陈老师的观点 好 咱们再来听听另外两位 看看是不是也有 同样的一种预判 林世文怎么看 觉得短线 咱们能不能打破 现在这种弱平衡的格局 从近期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个 更明确的一个 催化结果的情况 刚刚我们说的很多 你看有利空我们不跌 对 是吧 然后我们显示出了韧性 你觉得这些都不算是利好 上周我确实看到了 新的出来的经济数据 是低预期 指数确实没跌 但是我们看到周末 其实有很多一些 偏正面的消息 但是我们看今天也没涨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 是进入到一种 进退两难的境地 就这些消息面 不足以去改变市场的 一个方向或者是做一个突破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大家都选择了一个观望吧 就到了一个上方压力位 我就减少了 去追高买入的动作 那么到了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很多人又愿意去积极抄底 所以说这个震荡区间 在这一个多月以来 还是没有变化 那么之前我们在 前一次节目中也提到过了 就是市场呢 在目前呢 是没有很强的外力 我们所谓的外力 一定是要有重大的利好 比如说我们五月份 金速就会不会有一个 很强的扭转 当现在呢来看的话 我们五月份的发电量数据 又很低 那么这一块呢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说 很明确的信号 另外一个呢 就是政策方面呢 有没有更大的一个利好 来配合指数 去做奇纹反弹 或者做突破 暂时呢 也没有看到很明确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 现在呢 还处于观察期 要做马上变盘 或者是说大的一个 突破性的变盘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 那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说 从4月22号到现在 这段指数调整 也有一个多月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按照时间周期 我们已经算过了 34天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 距离我们现在 还有六个交易日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去算的话 我觉得应该 还有一到两周时间 那么因为这周 正好只有四个交易日 所以我觉得因为节前 交投呢 可能也不会太活跃 可能会选择在节后 去选择一个方向性的 一个突破 但这个方向 不是说所谓指数突破 不是说3000点 是不是要往上去看 我说的这个节点呢 应该说是一个 短周期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折防跑 比如说我们指数这一周 可能会有一个 继续下探 那么达到了半年 现在大概现在是在2850 那到了这个节点呢 我认为呢是一个变盘 那我倾向于是做反弹的 晚上就做变盘 那么这个反弹呢 可能还是会受制于 就是后期 就是上方2950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 现在行情呢 还是在等待一个时间窗口 那大的时间窗口呢 我还是维持前次的 一个观点 就是六月下旬 六月下旬的时间点 就等到我们 就是年中中报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把消息面上的预期 慢慢地转换到一个 我们所谓的夜景面的 一个情况 那我相信这一轮很多个股呢 下沙是幅度是比较大的 那么中报的业绩 如果出来 进行一个适当的催化和配合 那么我觉得会有一轮 估值修复 那这个节点 我觉得应该说 这一周我觉得行情呢 可能还是要往下去探的 除了前面我说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今天并没有选择往上去做 那么我觉得应该说 既然该涨不涨 那可能还要往下去做休息 另外一个呢 我观察一下最近的期子 期子呢 应该说是在五月份之前 只有一个IC 它这个合约 它是属于一个贴水的 那么基本上 护生300和上阵50 这块期子呢 基本上还是有生水的 但是呢 五月份之后到现在 我们看到三大期子 全部是贴水的 那这个贴水呢 我觉得还七月份 和约呢 贴水还是比较严重的 像IC合约呢 就是中阵500这块贴水呢 将近七月份呢 可能有3% 那有可能指数 可能还要跌2%到3% 按照这个预期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看到上阵50和护生300 也有将近1%啊 1%的一个贴水 那么这一块来看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 机构这一块呢 最近呢 动作还是比较谨慎 你给大家说说 就是七纸合约的这种贴水 对于现货市场的具体影响是什么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 有很多公募基金嘛 它有一个持仓的要求 比如说不低于六成 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呢 你不低于六成 对行情又比较谨慎 你该怎么办呢 选择棋子去做空 去做对冲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 如果卖了人多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折价 我们折价就说明是一个贴水 所以我觉得现在贴水呢 状态是属于一个偏大的一个状态 那么说明说 机构资金或者大的资金呢 这阶段呢 还并不是很亢奋 他们也在选择等待 因为这段时间 你要说很明确 希望他们也没看到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资金都很聪明 包括私募 对吧 在这个节点呢 我不见兔子 我不放银的 我现在这个节点呢 去博反弹 万一后面出现一些药儿子呢 对吧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说 绿月份呢 本身的不确定因素呢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资金呢 也会选择等待 等待你又没休止落地 我再选择进场 所以说现在 暂时去做一个很明确的 到底是说突破3000点 还是说往下去跌破2800 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就比较难 还是维持一个 载幅的区间波段 可能会延续一到两周 那有人说 如果说我们在本周的市场当中 没有一个明确向上的突破 可能还是会向下回踩 对 但这个向下回踩 也不过就是考验一下前低 是吗 对 因为现在的市场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本身没有很明确的主线嘛 乐点呢就那么几个 都是像5G啊 芯片啊 稀土啊 都是在轮动 成交量呢很少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盘面很明确的告诉你了 资金都不急于去建仓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 按照目前的市场的节奏啊 就是涨个三到五天 它又会回归到一个回档的节奏 就上周是一直在涨嘛 涨了一周 那么这一周 我倾向应该说 只说应该是 往下去做震荡的回调 或者是下探一个前期的低点 比如说2850 或者2838这个位置呢 可能还要去探一探 那这个探完呢 不是说代表的行情就不落了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啊 就是我前面说了 到了那个节点 到了那个时间节点 和位置节点 那么以现在的市场的情绪来看的话 也不是说很悲观 大家都在等待一些预期嘛 比如政策预期啊 比如说基本面预期 如果这些预期 后面来进行慢慢配合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往上的概率 还是会比较大一点 好 我觉得在这儿没有 更多的利好消极的催化 可能大家做多的意愿不强 就在这儿直接进攻 没有这个意愿 那怎么办呢 跌下来 但是会有一些资金来抄底 当然抄底的这个力度 也不会很强 所以自然就是 弹起来的空间也有限 来听听余伟的观点吧 余伟怎么看呢 你觉得短期 会不会打破这种弱平衡的市场 我觉得现在市场 基本上到一个临界点了 就市场本身成交量也很小 而且很明显看到 情绪上是非常谨慎的 就是特别是今天 一个是题材股分化非常严重 稀土包括刺新股 就是说分化特别严重 然后隔夜看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利好公告的一些个股 基本上都是高开地总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满岗股份 它是有一个股东的一个换 变成了保股集团 那是一个重整 其实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也是高开 然后全体就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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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线 那么比如说宏都航空 这是更大的利好 就是等于是军工股的重组 它置入了 置换了一个导弹的资产进来 那基本上如果是市场 稍微不是特别情绪 不是配观的情况下 应该是一个暂停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也是一个递走 那么包括比如说 特马福士 它个股权长让落地 那么是有一个 等于是有一个变强的锯牌 它也是高开递走 那么比如说普莱科 它也是一个产业资本的 一个竞争池锯牌 基本上也是没有走出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行情 所以整个市场情绪 我觉得还是 首先反映了这个市场目前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觉得这是情绪的一方面 当然刚刚其实陈文老师也讲到 虽然说我们说市场 好像可能走势不如大家的预期 但是其实也体现了一部分的韧性 就是在海外市场 其实特别是美股 就走势比较差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能守住这个弱平衡 我觉得还是体现出一定的韧性 包括其实上周我讲 就是我们要打破这个弱平衡 可能自发的有点难 那么需要一些外部的东西 那么其实我们 主不也看到外部的一些利好 包括其实今天排面上 比如说有5G的政策 包括昨天晚上 其实有广州 深圳有一些汽车的一些政策 其实逐步逐步 我们看到一些小的政策出来 这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情绪 那么从资金面的情况来看 其实我们看到 比如说北巷资金 今天是大幅流入了 我上期其实也讲 从一个大幅的流出 到一个收窄 到个是不是接近个拐点 当然要观察 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迹象 包括它带领的一个武林指数 我们看到一些 其实主要的一些指数 都是军线粘合 5天 10天 20天 都是一个粘合的状态 那么创业板 现在是粘合状态下 是一个空头 就是指数是在均线的下方 但是上阵武林 已经站上了5天 10天 20天线 有一种要拐头向上的一个迹象 那么包括产业资本 其实也是从5月份开始 开始一个正向的流入了 所以从资金面也好 政策面也好 其实迎来一个拐点 其实大家不必要太悲观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指数向上变盘的概率 应该是远大于向下变盘的 因为砸不下去 因为其实对利空 其实也是不是特别敏感的 就是你再大的利空 可能也是一个 能稳住的一个状态 如果未来有一个利好的积累 包括一些北向自己 如果持续地流入 那么把50指数 逐步逐步往上移 成为一个带头的 一个稳定的作用的话 我觉得一些科技股也好 一些创业版的指数也好 可能也会逐步逐步跟上 扭转这个 大家一个谨慎的氛围 那么一旦有这种氛围扭转 可能我的指数向上 可能也会有一个 比较快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北向 就像你说的 其实你看上一周 有过一次大幅流入 当然那天是跟时间节点有关系 是一种被动的 一种MSI的权重的扩容之后的 被动的流入 那今天也有了46.9亿 这已经是这一段时间 其实流入幅度比较大的了 对吧 而且从50的走势来看 确实目前走的还是不错的 至少从今天来看 成交量是有配合的 你觉得短期50 是不是就能向上突破了 当然为什么没有选择在今天呢 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 循序先进的过 但是第一天 可能市场理解为 你是不是有持续性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 早盘冲高的时候 券商股是有带动的 那么包括其实 整个整天来这些大银行 比如说我们看到工行 我们看到农行 我们看到光大银行 而且也比较大的一些银行 其实都是一个 稳步向上的一个走势 其实是资金在逐步逐步的流入 我们看到保险股 一些家电的一些龙头个股 都有点起稳的迹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因为现在整体成交量 是比较低迷的 那么北向资金 其实也是进流入了 才50几个亿 那么如果每天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流入的话 逐步逐步一个拐头向上 把均线整理好之后 那么可能市场才会意识到 可能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了 那么场外的资金 才会配合一起来做一下 包括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包括广大的投资者 去做一个阶段 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的话 市场才会有一个 缺乏一个 我觉得就像一个火星一样 你点火点一下 市场做的情绪可能就出来了 那么我觉得北向 包括上阵50 可能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只要这个北向 如果明天能够持续流入 50选择向上 是不是市场就有可能是向上突破的 对一个情绪就可能 方向就选择出来了 出现一个扭转了 林盛伟刚刚说 可能倾向于向下 但是你看到北向 今天的流入 加上5人这种走势 你会不会觉得 可能没有向下的这个可能 向下应该说是短周期 因为这个市场节奏 现在明显是在这两天 还是偏向于空方的 因为你这样往上打不动 而且今天北向 今天是流入了40几个亿 指数没涨起来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 内资和外资这一块 其实还是有分歧的 那你说在这个分歧 就算马上是说 有利于多方去网上做进攻 是比较难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整个市场 现在没有很明确的信号 那么你单靠一个数据 第一天转好 没有持续性的话 那么我觉得资金 可能情绪上也会被它打压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 北向资金这块流入是好事 这个现象我们要观察 你要观察它从量变到质变 你不能观察它一天回流 上周也有一天回流 MSCI的一个配置那天 大幅度流入 但是流入它不持续 指数最终的还是走向调整 所以我觉得 北向资金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信号 你可以观察 但是这个信号 我觉得肯定需要时间去磨合的 而不是说你看一天 两天流入很多 马上指数要起来 那我觉得前面还说的 就是整个一定是要什么 天时地利人和 综合各方面因素 它比较配合的 它才会做一个方向选择 而不能说 单靠几一两个因素 它转好了 你认为指数就要往上去做突破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而且尤其现在这突破到底是往哪里突破 3000点突破吗 还是说2950突破 我如果说认为这些突破都不算明确突破 你要突破的话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缺口位补掉 回补掉 对 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很大这种 所谓的能抗训 就是让市场抗训的这种消息 或者是拿信号去出现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种突破 都不是说非常有效的 就所谓的 所以我说往下去探 也不是说往下去补掉 2800这个球口马上补完 就是我觉得到了半年线 这个位置是说作为一个短周期的 你可以拨它的一个短期反弹 那个时间窗口 因为我们时间前面也验证了 13天和21天前后 都出现了低点反弹 那么如果我们说的34天 也再次碰到低点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拨反弹了 这个是一个 我所谓的一个变盘的时间窗口 好 再来说说情绪的问题 陈老师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上周五的市场的情绪 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指数还是收银的 但是次新股很活跃 联版的个股 包括个股的高度 其实都是在不断地拓展的 但是今天这个市场情绪 一下子就急转直下了 其实从开盘 你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涨停封不住了 甚至涨停的 直接就是往跌停上去打的 甚至就像创业版的 这个方向也是 也是出现了一个跌幅 在盘中有超过1%的 就这个市场情绪 你怎么理解 就是说次新的调整 是一件好事呢 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的影响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还是说已经接力到次新了 对吧 就应该次新一直强着 才能够顶着这个市场的情绪 这样市场才能够选择向上 您怎么看这个情绪的问题 好的 其实市场走到现在 我觉得既在这个预料之外 也在清理之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一直在节目当中 是有这个观点的 就是我们如果是 对市场有预期的话 但是如果你的预期 对市场的机会也好 对市场的这个 给你提供的这种赚钱效应也好 如果是认为在指数 集体的有一个系统性的机会 这个系统性的这个赚钱效应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市场走好的情况也好 一般情况也好 甚至震荡市也好 赚钱效应一直都会有 就以这两天为例 从上周末到今天 其实市场变化很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跌停的有相当一部分 都是因为前期涨得过高 涨得过快的 也就是说市场是给了你赚钱效应 也给了你一些这个操作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没把握好 难度也是比较大 那么具体到我们把范围 再扩大一点 其实哪怕就是在50指数里边 在我们所谓的成长机油股里边 在整个我们A股市场当中 其实都是这种结构性非常明显 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的个股 恐怕表现平平的 甚至相对弱势 但是它成就了一批 相对走势比较强 甚至延续性非常好的一些机会 这也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课题 就在今后的市场的 这个演变过程当中 恐怕有这种结构分化 强弱分化明显的这个市场 恐怕是一种常态 那我想问您的就是 刚刚说到这个情绪 其实更针对的是一些 可能是成长 或者是创业版的一些相关品种 因为刺新走强 虽然没有带起整个市场的 比如说创业版的指数 但是至少会带起一部分 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资金的 一种操作性的体现 但是今天刺新的这样一种调整 加上创业版的跌幅的盘中 一度也超过了百分之一 是不是其实刺新弱了 也就因为创业版可能也会弱 它会首先率先选择一个 向下的方向会吗 首先从属性上来讲 我们题材概念有相当一部分 确实是在中小创的个股里面 是体现的比较多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刚刚林斯文 他们讲到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是比较认同的 就是其实现在的资金 是比较聪明的 当你认为市场有利好 有利好效应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一些高位的个股 一些近期活跃的个股 它们对冲出局的时候 所以今天反而在一些个股 出现高开 反而出现一些高开低走 甚至跌停 那就也说明什么呢 现在的资金来去都是非常的快的 这反映在一些题材概念上 是尤为明显 反映在情绪上 也是跌宕起伏 所以我觉得 把握市场的情绪氛围 把握市场的节奏 乃至品种之间的切换 对于操作能力的这种把握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重要 你认为次星今天这种表现 会影响市场的情绪吗 我觉得其实也是阶段性的 其实今天的表现是屡见不鲜的 几年以来 今年以来 我觉得都是这样的 大家不要觉得 就很正常 对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人家涨高了 涨高了它要有出局的时候 那么今天刚刚有相对利好 这些消息的对冲 也许它觉得 正是它要出局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这种 比如说天地板的市场的表现 不是说可能 红月资金要大幅撤退了 对不存在 或者说不是说 对于这个市场开始趋势进阵了 它在这里撤退了 可能过两天 它会选择新的品种 对 是的 所以我们一定程度上 会存在高低切换 一些操作的一些方法 手法策略 我觉得都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好 接着咱们来说说操作 确实别看我们在五月份 就这一个月 五月六号大跌了之后 市场一直处在一个弱势的 低位盘整格局 但是确实我们会看到 有八连板的 九连板的 甚至十一连板的 就是资金还愿意去寻找一些 新的机会 不断地去捕捉和挖掘 以及在前期的一些热门主线当中 它会有序地轮动 比如说今天是芯片软件 明天就是稀图影词 再到今天你看种页 又是集体的强势 但是整体来讲 每一个品种的持续的 比如天数 包括哪些个股能够持续 这个还是有不确定的 比如说像今天 收到利好消息 自己走强的品种 就是5G 你永远都把握不了 说下一个 谁是能够率先打起来的 就是市场的突破口 你能够预先 这个了解到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有利好消息 市场还是会有反应的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5G 今天是再对走强 有没有可能成为市场的突破口 今天5G呢 是因为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 说5G的商用牌照发放在即 那么在今天的盘中 尤其下午一开盘 直接就冲高 那么整个这个板块的涨幅有1.76% 那么有多只个股呢 是直接冲到了涨停板上 那么这个概念的再度走强 能不能成为市场的突破口 现在大家就缺一个 持续性做多的主线嘛 对不对 这个能不能行 临时闻怎么看 如果呢 应该说牌照这几天发放的话 我觉得会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些相关领导 是说即将发放 而且5G的牌照呢 发放呢 我们今天一直有预期的 本来是说5月底 但是呢又推到6月 现在呢消息出来 也是即将 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你炒作的不确定性 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那比如说明天 它可能会分化 因为今天几个品种 都是盘中快速从负的 转为去冲长停 那么这里面的获利盘 我觉得比较多 如果明天 消息不是马上配合的话 那么明天肯定会有分化的 这个分化呢 我们参考一下 最近很多像稀土啊 像芯片啊 很多都是借一些利好 马上就高位连续的回答 所以我觉得这个种风险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 不得不去面对 两多前我们来谈稀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市场是比较亢奋的 那么那时候我就说呢 市场乐点就那么几个 你不要去盯着一个 长起来的品种 而且长得很高的品种去做 你就看一下地位的 那时候我们说的总业类的 对啊 东方总业最近是五连版 但是现在也不是说 再让你去关注总业的 只是一个现象 就是板块的轮动呢 就是肯定是有机会的 你比如说这两天 其他板块都调整了 那你可以关注 其他板块的机会 而不是说 今天这板块起来了 你明天再去做都晚了 因为消息呢 我的资金都是埋伏好了 你再等它埋伏好 明天消息兑现 它就是一个兑现的 那这种就是一日游的机会吗 还有说调整了一两天 它后面还能再来 我觉得会再来啊 就是因为它牌照还没有说 正式的一个落地发放嘛 所以我的消息没有兑现之前 等它调整下来 还是会再去做的 那么因为实际点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越临近啊 它炒作力度和空间会越来越小 就所谓的边际消息递减的 真正等到那天 发放牌照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是 大部分5G板块 阶段性的高位回吐 或阶段性兑现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点呢 如果这两天 5G板块正好冲高回落 调整调整 牌照还没发放 那我觉得低位你还是可以去接的 这个节奏呢 我觉得就是高低的切换 你要把握好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余伟觉得5G能够持续走强吗 我觉得从短线题材的角度 我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本身它是一个 持续炒作过的一个板块 本身里面的获利盘 里面的资金也比较复杂 而且这也是个名牌了嘛 就是5G牌照的发放也是个名牌 倒是我觉得从5G来讲 肯定是个 比较确定性的一个 一个产业的一个增长点 那么我觉得从业绩的角度 去选一些 真的在5G这个赛道当中 就是主流的一些运营商 一些品牌商 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 其实从高位跌下来 其实大部分付费 有20%30%的一个跌幅了 我觉得从中线布局的一个角度 比方说中心通信也好 那么风火通信 光讯 然后还有圣诞电路 这些都PCB的一些龙头 其实回调的幅度 已经比较深了 那么今天其实都没有涨停 其实虽然涨停都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从中期布局的角度 这些个股未来 其实是一个业绩兑线期 那么从业绩的角度 从一个估值的角度 我们去做一个悬股是比较好 而不是应该从题材的角度 因为从业绩兑线期的角度来讲 这个概念其实是逐步 从一个概念 变成一个蓝筹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不应该去炒概念 而去挖掘一些这些行道中 其实业绩未来 可能持续增长的一些公司 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有的时候 你看就比如说 你刚刚说的这些公司 其实可能跟这些 今天涨停的个股 去相对去比较的话 可能他们的基本面 更有优势一些 但是如果从弹性的角度 比如说一有利好刺激 市场的直接资金的选择的角度 肯定还是他们是首选 但还有一个就是择时的问题了 哪怕是基本面 相对比较确定的品种 在现在市场是处在一个 可上可下的阶段 你觉得像这些品种 适合当下大家去中线布局吗 我觉得可能还等等 因为今天其实涨幅有点大 我觉得未来两天 可能还会有一个 获利盘的回土的过程 那么另外一个 我觉得在选择择时的时候 更多的是贴近下均线 我觉得一个长期的均线 附近的话 我觉得可能相对的风险会小一点 其实一个逐步建仓 也不应该说是 看好了 我就把所有的资金都打进去 我觉得逐步建仓 因为中线的个股 也不着急说一时 你涨上去了 你就没机会买了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 一个这样的过程 虽然未来5G排到 正式发放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个行间 我觉得慢慢等待 应该还会是有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建仓的一个周期的 程老师觉得 5G会成为市场的突破口 能持续走强吗 我觉得会比较难 因为今天这样走强 由若转强 也是因为一个消息的刺激 而且这个消息之前 也是有过预期的 所以短线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还是一种脉冲性的 这种短线出击的一种走势 后市我觉得其实 在5G从去年到今年 反复表现的基础上 我觉得可能慢慢地 会趋于这种编辑效应递减 所以我觉得约望上涨 不是你买入机会 而是逐步减仓的机会 5G的炒作的时间周期 确实很长 从去年开始 去年11月份差不多开始 是的 已经大半年了 所以已经更趋到现在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一说 上周活跃过的这些主线 稀土用词加上科技成长 今天也都是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分化 是不是逢低可以去关注起来 一会儿回来听听 几位的操作建议 了解一下 在我们今日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瑞投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 民事身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顾擂台 以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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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快试试短线大师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 紧跟热点风口捕捉当下机会 短线大师运用了新浪大数据技术 通过科技手段优化市场杂音 层层筛选具有价值的潜力板块 提前挖掘 中密布局 而且它擅长捕捉主力资金 当市场回落出现分歧时 提示操作机会 帮你在市场布局中看清风险 稳定操作 现在扫描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短线大师 每交易日早晚 实时推送短线悬股计划 不仅有大盘预警和优质板块预测 还会及时更新明日操作机会 及时上手体验 早点捕捉当下好股吧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 近期活跃过的一些热门主线 当下的表现 先来看一下芯片和软件 芯片软件应该说调整时间周期比较久了 今天这两个板块的指数 都是跌幅在0.6% 从上周开始稀土不断地活跃 种业不断地活跃 但就是芯片软件 没有像样地活跃过 所以是不是可能本周会轮到它们 能不能逢低去关注陈老师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在本周 就是上周一路走过来 这些活跃的板块 在今天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 能走强的已经不多了 但是在后面的震荡的过程当中 恐怕还会走出这些板块当中的 其他的一些低位补涨的一些品种 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市场背景之下 它们目前还是市场的主线 只不过是因为短线涨高了之后 获利盘解套盘都是比较多的 需要有一个震荡消化的过程 在后世的表现当中 包括其实在目前 能有一些品种在走强 我们觉得一方面好的品种 相对低位的品种还可以关注 另外就是强势回挡之后 能够站稳之后 等不能重新走强 我们也可以关注 但是像芯片软件 就比如说一方面是 基本面就是行业龙头 就大的那些现在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哪怕资金龙头 比如说康强电子 其实它也没有持续的表现 所以会不会也会影响到 这两个板块的后续的发展 还是说像资金龙头 其实毕竟涨多了 调整也不会影响 这两个板块 其他的一些品种的后市的上涨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他们原来做过一些阶段性龙头的票 在前面表现过了 那么现在震荡消化 市场也在震荡消化 板块也在震荡消化 恐怕短线对板块的影响就不大了 我想说的倒是什么呢 就是在背后有一些真正的 基本面有私自性的东西的 行业地位也比较好的一些公司 恐怕在后面会逢低 会受到市场的一些持续性的关注 甚至是会走出一些趋势性的行情出来 我觉得像这类的品种 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 林世文怎么看 你说涨的时候不能追 那这些都调整这么久了 能够逢低关注吗 我觉得可以 芯片最欠缺的就是 现在业绩看不到 因为这个板块 纯粹是靠消息面上去催化的 一旦有什么事件 那这个板块会起来 包括减税降费 包括一些激进投入 或者是海外一些事件等等 我觉得相信这些所谓的催化剂 后面还是会有 所以我觉得对整个芯片板块 应该还是有炒作预期 但是越临近中报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要注意了 我前面说的 市场如果回归到 有主题或题材投资 回到这种价值投资 中报你要看成绩单的 你成绩不好 那我觉得你位置涨很高 这个阶段回土的压力 你要注意 所以现在因为离中报 还有一个月时间 那这个阶段 如果它调整得比较充分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看的 另外一个就是稀土 稀土我看一下 这两三天的调整幅度 是比较快的 那也是基于 因为前段时间是涨得比较快 那我觉得稀土 它这几天的调整 我觉得弹性会可能更好一点 因为稀土呢 毕竟最近是涨价的 那中报这一块呢 业绩呢 不能说它估值很低 但同比增速可能会好看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块呢 会比芯片有优势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两者呢 你都可以看 如果是随调的多 那么你就关注哪一个 那这两个板块呢 芯片的体量是比较大的 稀土呢就那几个标的 芯片的购物太多了 所以对于选择 选择能力比较差的投资者呢 可能有一个选股困难症 稀土呢就盯了几个龙头 其他几条主线它走得比较强 因为主业股体量很小 弹性好嘛 大部分都低位 所以说你要找好它的资金的逻辑 和炒作的特点 一定要找什么呢 相对来说比较稀缺的 相对来说比较好带动的 那么这些品种呢 我觉得它的高度啊 或者弹性啊都会比较好一点 那也就是说在你看来 虽然今天稀土跌的比较多 但如果你博一个短线的 那种超跌反弹的话 可能是选择稀土是吗 而不是选择芯片 已经调整时间比较久了 对因为我认为两者呢 其实因为芯片是慢调的 稀土这几年是快调 那快调的话 按照目前资金根本就出不来 但是呢它逻辑是没有变的 如果快调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就是比如前期平台支撑 那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去博弈一下短线的反弹 应该是问题也不大的 好 余伟来谈谈科技成长吧 你觉得哪些可以逢低关注吗 那我觉得芯片和这种软件 特别云计算机业个股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布局的行业 因为本身其实 我们刚刚其实讲到5G 为什么说说炒作接近尾声 因为它是到一个业绩兑现期了 那么刚刚临时文其实也讲到 芯片其实现在问题是不兑现业绩 那么其实这正是一个题材 刚刚启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 就是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下 科创版的一些上市公司 你上市公司 其实一半以上 是计算机和软件行业的 所以现在是这个是 一级行业非常热 二级行业也非常热 就是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 都是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整个行业 其实处在一个分口的阶段 芯片和云计算 应该都是持续走高的 一个趋势性的机会 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个 向上如果短期涨多了 它可能会有个回落 但是总体的趋势是向上的 所以短期回调以后 如果有个充分的震荡 那么一些龙头个股 就是每个行业的一些龙头 我觉得持续的 应该还会有资金的去关注 那么大家去做一个中线 或者短线的布局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未来如果是行情要起来50 把这个台词搭好了以后 科技股要唱戏的话 可能还是要一些芯片 和软件的一些大的市值的公司 来走出来一个行情 来带动市场的人气 好 我们再来说一说 刚才林世文提到的稀土 这个陈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稀土今天其实调整的 算是领跌了 因为今天你看 有多这个股都是封到了跌停板上 上周其实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说已经扩散到一些小金属了 就不仅仅只是说重稀土了 重稀土 清稀土 甚至都已经扩散到什么污 其他一些小金属了 然后今天就果然是出现这种 大面积的这种重挫 你觉得是不是短期 它是进入到风险释放的一个阶段了 对 从总体的这种短线的表现上来讲 我觉得它确实 短线的风险是需要防范的 如果你还在这里边 如果有充高的机会 也是减仓出来为好 但是如果是从我们整个行情的这种 热点概念的这种演变来看 我觉得这一波这种快速淋漓的走势 恐怕是第一次的一个表现 那么其实我们来看 在目前的这种市场背景 包括国际贸易的背景 包括行业政策 产业政策方面 恐怕稀土都是一个 在今后一段时间 经常会有刺激点的一个板块 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次确实是来势比较凶猛 涨幅也确实过高过快 我们也看到也有部分的领头羊 像这个金利泳池 在今天出现今天破板 高位开始震荡了 当然对整个板块的影响 打击也会比较大 所以短线进入震荡 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呢 我觉得在一些相对低位的 在后市比较快速能够走稳的一些 有稀土概念的公司 在后面恐怕仍然是值得 我们可以逢低关注的 现在其实整体我们市场 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我相信可能对应的操作策略 也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您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在这种做多情绪也比较低迷 然后弱势震荡格局之下 大家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一种操作策略 来对应比较好 好的 确实在这个总体 这个市场局面 比较弱势的情况下 操作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想呢 根据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自己的风险偏好 以及这种投资风格呢 我觉得有几个策略 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呢 就是现在操作难度非常大 那么操作机会也比较难把握 那么我们还是以静自动 如果你是说轻仓的 空仓的 不妨就多等等 多看衡 因为现在方向 确实不是很明确 这是第一个策略 第二个策略呢 我觉得如果你的选股能力 比较强 对热点题材 这些把握能力比较强的话呢 那么我觉得这种板块的龙头 板块刚刚启动之初 你可以跟随板块的龙头呢 去进行一些布局 进行一些跟踪 这个到了一定的高段 这个高点阶段性的震荡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风高出局 这个是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操作策略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操作难度就会比较大 那么对于一些操作能力强 盘中能把握能力敏感度比较高 确实盆中分时把握也都很好的朋友呢 甚至在一个品种 刚刚做到一定的高位震荡的时候呢 发现新的品种 那么进行一些高低切换 在一些表现比较充分的品种 出局之后 再在相对的 在持续走强的新启动的品种当中 再进行一些介入 这个是相对操作难度比较大的 我们也讲到高低切换的一种操作 所以各种不同的策略吧 我想适应不同的人群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投资风格来进行考虑 那我想问您如果说高低切换 现在我们好像看到 低位的有那种新的热点的启动 大家可以去关注吗 因为你看啊 稀土我今天是调整的 对 芯片软件呢 今天也没有像样的表现 对 总业呢也不是新题材 对吧 它也是老题材 对 那现在在没有 是不是还没有出现新的一个能够持续领展 或者说做多板块的一个形成 现在有这个板块吗 嗯 它未必是说这个 就是板块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比如说就是在同板块当中 它都有可能会可以进行一定的切换 比如说今天稀土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定的这种龙头 金利泳池出现高位破板震荡 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相对调整比较充分 震荡整理比较充分 今天有冲击涨停动作的一些稀土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定的切换 这是一种 包括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 包括软件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机会 这是板块内部的高低切换 还有板块之间的切换 就今天涨的好的板块确实结束了 那么我们可能介入一个新的启动的一个其他的板块 未必是今天的 我是说在以后若干行情当中出现了这种机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跨板块之间进行切换 关键说来说去还是你的把握能力 好 林顺文跟我们来说说短线有没有什么看好的 建议大家如何操作 除了那几个题材以外 我觉得现在因为又临近这个中报的时间点 大家更注重的是基本面 基本面我觉得业绩有一定看点的 那么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板块就是机苗板块 落机板块 其实在3月底的时候我说过一次 那时候很多个股的价格就很低的 说完以后为什么后面快速起来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一季报的业绩非常亮丽 所以说启动了一波新的行情 这段行情我看了一下机苗的价格还是处在高位 就是二季度4月份5月份 机苗价格比一季度还要高 那个时候9块多 现在已经10块多了 虽然涨幅呢 黄比是不是很大 但同比的涨幅依然是非常的一个大 达到280% 所以我觉得中报这一块业绩是非常确定的 而且很多公司中报预告来看的话 也基本上是跟一季报是只多不少 所以我觉得很多公司现在适应率都10倍左右 那这个是一个低估值 而且我发现最近有个特点 北向资金它在深谷通这一块是流出的 但是唯独我看一下 像牧原股份 温氏股份 他们还在买 就是漏类养殖类的板块 仍然是成为他们在配置的方向 你可以理解为是避险 那么我说这个避险属性就在有估值预期 所以我觉得漏机整个产业链 现在是有位置的优势的 因为漏租板块位置都很高 没法下锁了 那现在漏机又回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 重要的平台 那么中报是一点越临近 业绩的情况配合一下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弹性应该说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 所以可以关注一下肉机板块的相关品种 稍后回来咱们来看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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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哪些那些 э兴支持 unos投票 还有更能客气 热线962-777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CCG愿意七月造起来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七月四日至八日 登陆上海世博展览馆 限定手办人气星座神秘嘉宾 不吃不喝也要去的CCG Expo 赶紧安排上吧 购票锁定摩天轮 我爱CCG 大盘持续上涨 却总是踏不准板块热点 等到大盘下跌 却又经常会割肉出局 怎么办 快试试短线大师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紧跟热点风口 捕捉当下机会 短线大师运用了新浪大数据技术 通过科技手段优化市场杂音 层层筛选具有价值的潜力板块 提前挖掘 周密布局 而且它擅长捕捉主力资金 当市场回落出现分歧时 提示操作机会 帮你在市场布局中 看清风险 稳定操作 现在扫描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短线大师 每交易日早晚 实时推送短线悬股计划 不仅有大盘预警和优质板块预测 还会及时更新明日操作机会 及时上手体验 早点捕捉当下好股吧 老碰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请出黄伟来听一下 他对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今天是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市场并没有 因为进入6月份 而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整个市场还是处于 一个窄幅震荡的过程当中 但是今天的窄幅震荡过后之后 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 必须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首先我们来看K线图 K线图在这个位置 已经盘整了足足的6天时间了 这个盘整时间段 在正常的K线分析过程当中 应该是非常长的 所以说我们有理由判断 在接下来市场将面临方向性的选择 那既然面临方向性的选择 有可能越来越近了 我们就至少应该提前做一个准备 两个点压力位和支撑位 很显然短期压力位 就是5月6号跳空缺口3050 这个位置月线级的缺口 必补只是说需要一个时间 第二再看一下支撑位 支撑位我们认为就是 年线和半年线黄金交叉的2817点 所以我们认为把上方和下方看清楚了 接下来市场无论向哪个方向变化 我们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那说完大盘了 我们觉得今天整个市场的热点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很显然5月份整个的热点 指数没有怎么变化 但是热点表现的淋漓机制 这就是我们强调的战略三大主线 其中的两个在5月份都出现大幅的上涨 一个是科技主线 一个是资源主线 以稀图永词和软件芯片为代表 而今天大家却发现 整个市场当中的热点 还是围绕这样的一个战略主线 只是说品种换了 比如说早盘一早上 我们看到大幅上涨的军工 这是国防战略主线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午 全面拉动行情的5G通讯 大家如果看5G通讯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想到了 我们在此前反复强调的5G通讯 作为科技主线里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5G通讯 其实我们在每日严选的5月25号就提示了 5G通讯资金持续涌入 5G有望重回风口 那个时候大家的重点都在稀土 都在软件和芯片 而在这个阶段也确实出现了一定的震荡 注意成交量却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放量 所以说我们在每日严选公众号当给出提示 同时又在5月31日5G新阶段的深度埋伏当中 再度提示了5G在接下来的风口的机会 那很显然对于5G来说 我们也是有其支撑的观点支撑的 第一个5G产业技术领先是重要的战略板块 是当前并未有所表现 第二个5G板块充分调整 那么在5020年均线呈现多头的排列 今天完全多头排列了放量 第三个5G产业落地速度不断加快 工信部确认将于近期发放5G商用牌照 注意是商用牌照不是预商用 所以说这个速度明显加快了 我们也明确提示在接下来5G具备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今天我们再度把5G新阶段的深度埋伏送给大家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去看一看这当中的一些策略 包括一些观点以及一些参考的个股案例 那么现在就可以扫描一下下方的二维码 现场领取5G新阶段的深度埋伏 收完5G之后我们当然要给出6月的策略报告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6月份我们认为三个不确定性 第一个6月面临继绝性的紧张 流动性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个5月三大主线涨了之后 新主线如果不能跟上市场将带来不确定性 第三个外部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当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比如科创板加速落地 这是一个确定的事件 第二个5月战略主线在6月继续延伸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热点进一步的发散 第三个半年线和年线经差 回踩验证后存在多头的机会 就是我们说如果在2817这个位置出现回踩了 反倒给下面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机会 那好说完之后我们给出我们的核心判断 第一个题材心脑更替脑热点要注意风险了 特别是5月大涨的热点 第二个结构性机会将比5月更加的鲜明 操作难度可能会比5月更提升 第三个市场大概率会继续震荡 而节奏把握和仓位控制非常的重要 换句话说6月份的机会会比5月份更加的鲜明 但是要把握起来的难度可能要比5月份大一点 这个就告诉我们机会和风险是同等的 而我们需要夺取当中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6月份的核心主线布局方案必须要拿到 所以说今天我们再度送出6月核心主线的布局方案 大家现在可以扫描一下下方的二维码 现场领取这样的一个布局方案 回去好好看一看研究一下 以便把握6月份的结构性的机会出身 好谢谢黄伟另外大家的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通过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也可以和分析师们交流 希望对您当下的操作带来更多的帮助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明天是可以申购两只新股 这两只新股分别是卓胜微300782的申购代码 35块2毛9的发行价格 1万股的申购上限 以及国贸股份732915的申购代码 10块3毛5的发行价格 25000股的申购上限 明天记得申购一下 最后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上的投票结果 32%对68% 维持弱势震荡格局的选择比例更高 最后了解一下仓位的情况吧 应该是仓位不变依然最高51% 其他没有太大的变化 陈老师建议大家明天如何操作 好的 那么在目前的这种弱势震荡的情况下 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大家一方面还是适当的控制仓位 但是对一些操作能力比较强的朋友 我觉得可以适当关注一下 在今天排名当中表现比较强的品种 包括一些相对低位的刺心股 叠加了一些题材比较鲜明的一些个股 同时基本面各方面比较不错的一些公司 我觉得是可以封地关注布局的 林诗文呢 我觉得还是等了 就是现在没有很明确的信号 就是等了就是等下跌的机会 不是说等风险是吧 就是下跌的还是机会的去看待 比如说指数调整到位 或者是说你看好了一些题材板块 它又到了一个很关键平台 那这些品种呢 我觉得你可以去先去考虑去出手 而不用去一定要等指数 因为指数呢 可能更多是结合整个盘面 外国纯重 那么我觉得有些热点题材的话 它可能会走独立行情 所以这一块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等机会出来 好 于伟的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一个 目前还是一个布局下一轮 因为我是比较看好 向上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布局 手上的个股处理好之后呢 去双方的偏一些科技股 偏一些北向自己持续流入的个股 做好一个布局吧 那么等待指数期望向上以后 能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这里有与众不同的技术讲解 这里是牛伞聚集的训练营 谈谷论金 为您解析每日盘面的跌宕起伏 邀您共享投资达人的赚钱秘诀 每个交易日晚七点 我们与您相约 不见不散 好 接着为大家联系 每个月四月的智慧 每个月的金正会的结果 每个月的本号 接着为大家联系 美国汉堡为您直播 代表团新闻发布 回归商业的本地 您是英国大选令人意买 银行发力金融科技创新 技术与金融如何有效结合 在金融科技领域进合中 银行如何应对 解码新金融为您解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 APP股拍独家冠名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由学习炒股的视频 APP股拍独家